好 昨天午後大雷雨中台灣傳出了淹水災情 南投中心新村一次樹葉沒有清理 堵塞了排水孔 雨水宣洩不及淹上了馬路 彰化園林 淹水十幾公分身是在慶搜路 一員前往開災 發現洒遊水閘門只開了三分之一 導致呢 雨水疏通不及搭 懷疑是降淹回了市區 怒哄人員有出聲 苗栗台湾鄉山區大雨陸實不斷 車輛差點遭殃 二十四號午後暴雨 苗栗台湾鄉山區 淨水夾雜泥沙淹沒道路 民眾開車行徑危險度破標 衝回現場苗六十二線四到六公里處落石不斷 還有車輛因為大雨 為了避開落石 整台拋錨卡在半路 車主也現身說法直呼驚鬆 然後那個水都淹過那個引擎蓋了 貴易姐 一直掉下來 真的好恐怖啊 另外彰化園林二十四號午後暴雨 也讓園基周邊打淹水 當地禁收路更水深十幾公分 加門前馬路變小河 都已經大雨來了 水位還不放 彰化新議員曹家豪前往看災 怒哄太扯 質疑是不是人為舒適因此釀禍 而鏡頭整到南投中心新村二十四號午後大雨 也讓道路兩旁泥沙夾雜積水淹沒一半馬路 更讓刑警民眾直呼泰車 甚至民眾發現許多道路排水口上 都有大量樹葉堆積 懷疑是清理不佳樹葉造成水溝堵塞 讓雨水無處宣洩 因此易上馬路 二十四號午後雨是狂蟹 也讓中臺灣傳出淹水災情 記者綜合報導 家豪是阮牧